嗨,大家好,我是TiaSabi 歡迎你又回到我的頻道囉 然後今天這個是我們協助的小幫手 我是Angela 嗨,Angela 大家會想說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我先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提示 就是大家知道我們台灣的特產是什麼嗎 Angela,你知道嗎? 珍珠奶茶 不是鳳梨酥嗎? 我還好,鳳梨酥 所以是珍珠奶茶 國民飲品就對了 封名全球 真的呢 超美少知道到現在 就把鳳梨酥外國人就不會講了 對啊 外國人要講鳳梨酥要怎麼講? Pine Apple Cake 哈哈哈哈 其實就不會像珍珠奶茶提的那個啊 你有沒有看到國外在賣鳳梨酥啊 好像沒有耶 就是對啊,所以珍珠奶茶還是比較 那珍珠奶茶在國外怎麼說? 他們會講Bubble Tea 就Bubble Tea而已 Bubble Tea Bubble是波霸的意思嗎? 對 他們就會直接這樣講 哦 那所以我們今天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主題 Bubble Tea的洗髮機 Bubble Tea Shampoo 好可怕喔 就是我以為這種東西只有日本人會做而已 沒想到嗎? 台灣人也做了呢 而且是一個 我看他的簡介是講說有一個珍珠奶茶的創死地 然後就自創的 然後跟藝人合作 那 藝人呢 我也就不方便跟他介紹 自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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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講就是 這個洗髮機 因為我覺得他很特別 我看呢 是說只有在南三維蜂買的到 但我不知道我播出的時候 會不會已經有線上可以這樣子 線上預購 就網路上消費 那 我們先來講說 他這個多少錢? 這個是他的那個 洗髮機 他這個洗髮機是660 然後他還有出那個護髮素 護髮素貴一點點 看一下 好啊你看一下 你可以先聞他的味道 護髮素呢 是760 然後他這樣子 不知道裡面 要先聞味道吧 登登 好 兩個看起來就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不能趕我問 因為等一下要洗他 我都沒有特別啊 對 等一下洗他 應該有英文吧 是寫 是一模一樣 正面是一模一樣 然後面他的那個 就有啦 包裝後面 好好好 但如果你把外面那層塑膠包裝 採掉的話 你為什麼會不知道 是長一樣的 就對了 所以外面不能拆掉 外面不能拆掉 外面不能拆掉 蛤 我剛剛原本要把這個打開 你一次拆了就沒了 蛤 那要做記號耶 不然等下我 你要自己用洗一皮鞋 對 因為我等一下是要洗他 等一下是洗他的頭髮 等一下就拿錯了 不會啦 你洗不出泡泡 就知道弄錯了 是嗎 你當是這樣吧 好啦 好啦 對啦 是沒有錯 我根本是想要把這個拆掉 因為它這樣好像裡面有珍珠一樣 然後我想要倒開 看裡面到底有沒有珍珠 我覺得不會有 好 那它怎麼還叫珍珠奶茶 你的波霸在哪裡 煩我波霸 我們不可以這樣子 好 照育症要先退掉 退掉 好 終點喔 我們選洗髮精有什麼最重要的 應該要先聞味道 不好意思也是這麼奇葩的洗髮精 所以 蛋香 我猜 蛋香 你先來聞味道好了 我們叫姐先聞一下味道 是真的是珍珠奶茶的味道 好噁心喔 我聞一下 很像黑糖珍奶 欸對對對 對 因為是黑糖 對啊 因為它上面是說有蜂蜜 蜂蜜啊有 有蜂蜜的味道 有蜂蜜的味道 你自己說娘新年你是喜歡這個味道的嗎 還行嗎 因為它剛剛 你沒有講黑糖 剛剛你沒有講黑糖 說我其實沒有很喜歡這個味道 我覺得它是 它是另外一種奶茶 便宜的奶茶味道 但是那種奶茶又很好喝 就是早餐店的奶茶味 第二次聞 第二次聞 好 我不會是姐 聞得出黑糖 那我們來聞一下那個修復素的味道 修復素的味道好像有點特別 因為它不是黑糖 就淡一點 再淡一點點 就是甜甜的味道這樣 我想說如果夏天 你很容易流汗 你不要洗 對 不要洗這幾百斤 那 我猜一罐好了 我很想知道裡面到底有沒有珍珠 我們來做這個實驗好不好 那你再拿一下 我們來倒倒看 我們先來倒倒看 因為 因為珍珠奶茶裡面如果沒有珍珠 不行啊 就是 它應該還有珍珠吧 珍珠你在哪裡啊 珍珠 哈囉 所以珍珠就在外包裝了 哈哈哈哈 所以珍珠是想像 不要外包裝 完全沒有珍珠 沒有珍珠 對沒有珍珠 沒有 它就是珍奶味了 那它就是 不能講它是珍珠奶茶 它是 就奶茶 對奶茶 你可以說它是 奶茶洗髮精 對對對 但你不可以說它有珍奶 你也放兩三顆嘛 兩三顆黑黑的這樣子 等一下就你要洗這個 你可以接受嗎 我很怕洗完會黏黏 我也有點擔心 好可怕喔 但是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你會不會再喝下去了 會 可是我跟妳說 因為其實 珍珠奶茶真的是蠻特別的啦 我們來試試看 就洗完我等一下就會整個都是那個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你要變奶茶客囉 我變移動珍珠奶茶 奶茶客移動的 什麼意思 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 是這樣講嗎 對 是這樣嗎 好 不是用錯成語 好啦 反正我們就先趕快幫 啊 我們趕快幫他洗這個洗髮精的 剛剛說你希望這個洗髮精是怎樣 希望它就是洗完是有清爽 不要真的黏黏黏黏 對 因為它很甜齁 好緊張喔 如果等一下黏黏的怎麼辦 再洗一次 再幫我沖 再洗一次 但是我覺得通常這種黏黏的呢 都是保濕度蠻好的就是 應該還好啦 現在不是也都有那個什麼 黑糖洗髮精嗎 有這種東西嗎 有 正假的啊 有黑糖洗髮精 怎麼那麼多奇葩的東西 香港是有的 OK 要開始囉 我們來洗頭 來吧 天啊好奢侈喔 來奶茶玉米 倒滿 倒滿 奶茶感 沒有感覺 洗完了感覺 對啊好可怕喔 怎麼樣你覺得用起來跟你平常吃其他流茶嗎 我覺得其實 其實這個 好濃喔 味道好濃喔 然後變奶茶女孩了 我瞬間都聞到了 奶茶英文怎麼講 Milk tea 這麼簡單 對啊 我們會不會被糾正 沒關係啊就算了 哈哈哈 我要說 傻啊 我要說他教英文的喔 哈哈哈 不要破壞我的行情 之後找不到學生 好我覺得 我覺得呢 這個洗髮精洗起來其實是很綿密的 它的泡泡是很綿麗的 如果以洗髮精的條件來講 我覺得它是好的 而且它保濕度是高的 因為剛剛呢 Angela的頭髮 非常的乾燥 好乾的那一種 乾到一個不可思議 然後呢 我覺得它這個洗下去之後 那個頭髮是比較鬆的 就是 你會感覺到頭髮有被補水的感覺 所以它保濕度應該是蠻好的 請問太太這樣子力道可以嗎 OK 可以齁 可以加強一下中間吧 可能沒辦法要加費耶 其實這種洗髮精呢 碰到水之後 味道就會淡掉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它的香味會太重這件事 所以這種洗髮精呢 就是打開的時候呢 會比較味道比較重 那你開始洗之後就不會了 那尤其是你還會再沖掉它 大家看一下它泡沫的綿密度 洗髮精呢 泡沫的綿密度其實是蠻重要的 然後它是這樣 其實算是蠻 嗯 你要不要看一下 結果你就把它卸 等一下就直接幫我卸妝 就把它卸妝了 就把它卸妝了 好它泡沫其實很稀耶 其實這個洗髮精蠻稀的 因為它這個泡沫不是很綿密的狀況 是比較粗一點的顆粒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清潔會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是要護色的話 就可以選用這樣的洗髮精 所以這是它的好處跟優點 它的洗髮精算是PASS過關了 對 那我們先沖掉吧 沖完味道 跑回來 沖完味道跑回來 我們等一下來看沖完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味道在頭髮上 因為不要忘記喔 它還有護髮素 對 我們還要用護髮素 我們現在沖乾淨了 然後我們要用它的護髮素了 來我們先讓Angela聞一下 我們現在頭髮的味道 先不用好了 我不想被卸妝 被發現我想卸妝的心態了 好我們來試試它的護髮素 好緊張喔 到底會怎樣 應該也就想你吧 我覺得這樣 怎樣 也就想你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 我會罵了吧 我會上車 要被罵 這不是他寄給我的 我自己開支 那就可以批評了 我可以講出我心理想像的話 我們代表就是消費者 我沒有 他不是寄給我 我每次都他寄的 現在就已經抹下去了 欸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 沒有嗎 過嗎 不是 其實我覺得蠻 蠻熟的 蠻好用的欸 因為其實他 這個稠度啊 怎麼講其實很稠 而且因為Angela的頭髮蠻乾的 是不是 你有覺得自己頭髮很乾嗎 有的 有齁 每次都被罵汁 對啊你每次去用應該都會說 欸你頭髮怎麼這麼 這麼 好好嗎 不好意思我們那個 導演說 拿近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護髮素的狀況 就是露色 哈哈哈 露 露色 不然他怎麼形容這個護髮素啊 你們可以告訴我 一定說膚色嗎 很好 膚色 奶茶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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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奶茶色 這就是奶茶色 然後其實他下去之後呢 他那個糾結瞬間就打開了 如果你是髮子很乾的 你需要保濕我覺得是不錯的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很習慣這個味道 我覺得沒有那麼重了耶 我覺得是很習慣 很習慣啊 我們已經視覺麻痺 也不會把秀覺得麻痺了是不是 嗯 然後這樣子 會建議大家在使用護髮素的時候 可以做我這個動作 抹完之後呢 可以這樣子扭轉 讓那個護髮素呢 比較均勻的呢 吃到頭髮的其他地方去 就不會說有不均勻的問題 可能會泡在那個奶茶裡面 對啊 好奢侈喔 貴太太才用奶茶洗頭耶 你回家可以換你 反正過期牛奶倒在頭上 應該是可以 是過期牛奶嗎 因為今天過期就不奢侈了 好 那我們就把它沖掉吧 欸好燙喔 欸 小心我的頭 在這個沖水的時候啊 是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個 柔順感的 頭髮的柔順度 其實是蠻好的 這樣有光澤的感覺 水韌度是有的 我們現在已經洗完頭了 怎麼很癢是不是 沒有我那麼會想 我想要洗的感覺 其實蠻順的 因為沒有魔法有的狀況 他這個頭髮呢 我們現在的觸覺這樣摸是 非常好的 我覺得是鬆的 而且你看我可以 這樣子摸起來是沒有糾結的 就代表他的柔順度是好的 我覺得如果以洗髮精這個東西來講 我認為他的洗髮精呢 是有保濕度的 護髮素也是有保濕度的 如果滿分五顆心的話 我是給他四顆心的 那味道的話 我覺得就是 見仁見智的 再問一下 對 還很重嗎 是海 可接送 沒有辦法形容的味道欸 是什麼味道啊 我發現我已經沒有辦法形容了 我覺得他不是剛剛 直接文憑這個 對 有一個 我覺得很奇怪的味道 就是一顆 那個奶味跟頭髮混在一起 跟你自己本身的味道混在一起 然後反而變成沒有那麼 對 味道不行 因為他是甜味 就像香水啊 這種木質料可以混來混去而已 那如果甜味的就不行 很順 對對對 你也覺得很順齁 可以嗎 如果以你的感受度 你覺得呢 順這件事 OK啦 你只是後面要補很多別的香味 後面要自己狂噴香水 這味道出去很嚇人欸 對是有點嚇人 那我們等一下水感的時候 看到那味道會不會衝 衝出來這樣子 因為遇到熱的時候 那味道會不會不一樣 對 那我們等一下吹乾看一下 好 現在來吹乾頭髮囉 現在飛對你不一樣 好啊 欸 等一下 不好意思我沒開邊 蛤 蛤 有嗎味道有衝出來嗎 暫時還沒有 暫時還沒有 是不是 好緊張喔 欸我覺得我想到 有一點點像什麼味道 對 像什麼味道 像什麼味道 很像是不好的欸 好你說 我們沒有說他前面在家裡 就是 頭髮沒脆乾 然後燜足頭皮味 喔這麼重喔 我覺得有點那個頭皮味 你會覺得嗎 我聞不出來欸 因為我沒有聞過頭皮味 我不會去聞人家頭皮 沒有 我不喜歡 就是那種女生頭髮 女生啦 女生頭髮比較多 我不會想聞你女生頭髮 我怕很頭髮 好吧 就是有時候那種 就是很像那種兩三天沒洗頭 嗯哼 也不是沒洗頭 是像 就是反正就是那種 你知道頭髮 頭皮沒有吹乾 對 隔天會有一股一點味道 那個味道 因為我都會吹乾 就是 好啊 我是一個很乾淨的男孩子 我也很乾淨啊 哈哈哈哈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 兩三天沒洗頭 然後頭臭味 反正講錯了 哈哈哈哈 不是那個味道 哈哈哈哈 是頭髮沒吹乾 因為髮量很多啊 好啦好啦 你就是懶惰啊 沒有吹乾很髒啊 就是沒吹乾頭髮的 好啦 給大家參考看看 如果你是他 跟他一樣個性 你可能要小心一點 就是這樣 真的 那個味道會更重喔 哈哈哈哈 開始慢慢聞到那個味道 就是那個洗髮精的味道 它可以再飄出來嗎 就是反正我覺得 不是算好聞的 所以這個又很主觀 就只能推薦大家去買 試試看 才知道 對 因為畢竟他就是 也算是台灣做的 所以也是支持他好不好 我這個就是 很容易衝動型消費 他告訴我 他是台灣做 我有個改備 先買再說 我覺得這個其實 蠻適合當 那個 伴手禮的耶 這蠻適合當伴手禮的啊 如果你送外國朋友 就是珍珠奶茶洗髮精 我覺得他會放著 對 可是 因為他是紀念價值 他會說 我有個台灣朋友 送我這個很特別 所以我找到他的用處了 如果你們要拿一起 你可以當伴手禮 我覺得蠻有誠意的 還可以 很可愛啊 你現在已經吹完他整個頭了喔 那還OK嗎 我覺得還行 味道沒那麼重了啦 味道沒那麼重齁 我再聞一下 淡淡的甜 淡淡甜甜 我沒辦法 我還是我已經聞太久了 我不會因為他味道買他 對啦 我覺得他就是我剛剛說的那樣 對 對對 他這個柔軟度是好的 你也覺得滿意齁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 嗅覺敏銳度很高 你可能要小心一點 欸就 對啦 買體驗好玩的 對啦 好玩的啦 當伴手禮啦 真的是最好的出路了 提供大家一個送禮的好選擇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開箱就到此結束囉 那如果你會喜歡我們今天影片 就記得幫我們訂閱以及按讚喔 那下次見囉 掰掰